大家好,从这几个开始呢,咱们就正式进入新的测试工具loadrunner的学习当中 首先的话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对这款工具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loadrunner这款工具呢,它最开始是由美国的Macri这家公司研发的 那么这家公司呢,应该说对整个软件测试行业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的,也很受大家的尊敬 Macri呢,这家公司它其实除了开发现在非常流行的性能测试工具loadrunner以外呢 还开发了目前也是很受测试员欢迎的另外一款自动化测试的工具叫做QTP 那么除了这两款技术层面的工具以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测试管理的工具叫做testdirector 这三款工具呢,构成了Macri公司软件测试的解决方案的三件套 曾经一度呢,非常的火爆 没有一个做软件测试的,不需要去学习这几款工具的 所以对于一家软件公司来说呢,做到这个层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是非常娇人的一个业绩 但这边呢,我们也不想去过度的谈讨Macri这家公司啊,对于软件测试这个行业的情怀了 因为它作为一家商业的软件公司啊,我们谈情怀呢,有点过分了 所以呢,在这个几年前,应该是七八年前了 那么Macri呢,把赫赫有名的这几款工具呢,全全卖给了惠普 价格很贵啊,应该是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样子 具体说呢,我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量级 那么惠普呢,全资收购了Macri 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也都全资收购 那么收购以后呢,惠普呢,对这些产品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玩了一些变名字 修改名字的这么一些小游戏,对吧 当然实质都没什么变化 那么唯一没有改名的呢,就是Lowrunner Macri时代它叫Lowrunner 现在惠普时代它同样还是叫Lowrunner 所以可以想见Lowrunner这款工具本身啊 在每一个测试员或者说测试这个行业里边它的一个分量 事实上啊,Lowrunner呢,也不如这个胜利 因为呢,目前来说,还没有哪一款商业的性能测试工具 能够完全与Lowrunner抗衡 当然呢,事实上啊,越来越多的公司呢 反而选择使用一些开源的性能测试工具 或者说呢,更倾向于自主研发性能测试工具 这样的公司例外 这样的公司说明他们都是非常的重视这些测试技术 而且有技术积累的 绝大部分的公司要去做性能测试 依然还是会选择Lowrunner 所以呢,这个Lowrunner本身呢 在这家公司,在惠普,Macri这两家公司 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 和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地位 名字呢,仍然都没有去修改过 但是惠普在收购了这些散抗工具以后 对QDP和Test Director都进行了这个名字上的调整 QDP呢,目前最新的版本已经不叫QDP了 叫做UFT 那么Test Director呢,更是几经改名 惠普收购过来以后呢 把它改成了叫QC 叫做Quality Center 质量中心 后来的话呢,感觉质量中心还是跟测试有关联性有点大 觉得这个质量中心这两个字呢 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 惠普对这款管理工具的一个定位 所以呢,后来改了一个更牛的名字 听起来更牛的名字叫ALM 叫做Applic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 也就是说有软件生命周期管理 会不觉得这个名字已经足够囊括 Test Director这个原始的测试管理工具 它的一些衍生出来的新的功能 当然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预料 它最后还会改成什么名字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学的LowRunner这款工具 依然很坚挺 那么LowRunner这款工具呢 它经过了很多的版本 从惠普从8.2的版本开始 从Microsoft里买过来 到现在变成后边9.0,9.5 9.5 11 到现在LowRunner最新的版本12 当然中间还有个10.0 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么一个版本 那么 所有的这些版本的变更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句话 就是 大桶 大大桶应该是 小小小小小一 什么意思 看着从8.2提升到了12的版本 但是对于最核心的 最重要的那些功能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应该说变化很小很小 我们用8.2的版本 基本上也可以完成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性能测试了 用9.0,9.5的版本都足够了 现在的12的版本 跟以前可能界面上有一些变化上 差别大一点而已 但事实上呢 没有其他的功能层面 没有太多的问题 或者说呢 它的扩展性 其实呢 所有的扩展性 或者说这个扩展功能 LowRunner11 这个版本应该是包含的东西最多的 安装帮从版本的越来越大 它的安装帮越来越大 在LowRunner11的时候 它的安装帮达到了4个多G 这是非常吓人的 从几百兆的安装帮一直到了4个多G 到12的时候呢 会不感觉这么搞下去 越来越大也不行 对吧 这个用户下载体验太差了 所以呢 又把这4个多G的一些 这个安装帮里边的东西呢 又进行拆分 因为用户不见得需要 这4个多G里边所有的东西 拆分了以后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 有选择性的去进行下载 那么这是关于工具版本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们的这个课程里边 给大家演示用的版本呢 是LowRunner11 但不满大家说啊 我个人更喜欢LowRunner9.5 因为它的bug最少 后边的新的版本 bug呢 也越来越多 LowRunner9.5啊 是应该说是最稳定 最经典的一个版本 而且呢 现在同样呢 也适用于温度词7 对于再新一点的版本 可能相对来说 兼容性会差一些了 好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版本的情况 所以啊 无论你用哪一个版本 对于我们后边的学习的 这些核心的东西 没有差别 建议大家 要么下载使用LowRunner11 要么下载使用LowRunner9.5 都可以 所以不要太过的纠结于版本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是关于LowRunner的一个安装问题 LowRunner的话呢 安装是 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按照我们 跟我们正常的安装程序 没有任何区别 安装完了以后呢 LowRunner 它会在我们的浏览器里边 在我们的浏览器里边的 这个 会生成一个插件 叫做BHO Manager Class 无论我们安装了HP 惠普公司的一个测试的任何一款工具 包括像UFT也好 那么都会有这样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浏览器的这个插件呢 那当然是直接跟浏览器绑定的 因为后边我们像UFT也好 LowRunner也好 其实呢 都会去录制一些脚本 就是通过录制的方式来生成一些脚本 其实跟我们HP Watch一样 就是呢 这个插件它会监控我们整个界面上的一些用户的一些行为和操作 然后呢把它转化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请求的脚本 就这么样一个插件 安装完了以后 会有这个插件 确保这个插件是启用的 确保这个插件呢 是enabled 然后我们把它enabled 否则的话呢 后边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的 那么另外呢 提到这个插件啊 也顺便给大家补充一下 由于这个插件呢 不是IE浏览器原生的插件 所以呢 这些第三方的插件 很容易被咱们的这个电脑上的一些杀毒软件 或者是呢 防火墙 给直接阻挡在外面 不允许它进入IE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因为呢 这些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 它可能会认为这个插件是有问题的 禁止 它会把这些插件给禁用掉 强制给禁用了 比方说像360安全卫士等等这些工具 那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被这些防火墙工具 安全工具直接给强制给禁用了 那么我们呢 是很难 让浏览器和我们的新冷车的工具协同工作的 比方说我们用lowrunner 其实我们除了自己写代码以外 写一些脚本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通过它提供的录制接口去录制很多脚本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生成新冷车的脚本 但是如果以这个插件被禁用 那就没有办法录制了 所以呢 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遇到说lowrunner 没有办法录制 那么它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这款工具呢 跟现有的浏览器版本不减弱 或者说浏览器的版本或者操作系统版本太高了 而lowrunner这款工具的版本太低了 不减弱 第二种情况就是 这些安全软件 它们呢 在从中插了一角 导致没有办法正常的协同工作 所以优先考虑的是禁用掉 或者完全退出这些安全工具 其次呢 我们再考虑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OK 这边呢 特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 这是关于这个插件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试用 试用版本的问题 lowrunner安装完末的呢 提供给我们10天的试用期 那么 毫无疑问 这10天的试用期对我们学习来说呢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 这个是可行的 所以呢 我们难免呢 要想办法去延长这个试用版本 那么这样的一些延长试用版本的方法呢 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啊 所以呢 也大家按照网上的一些教材和方法 继续往下 往下做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了 也都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整个安装呢 当安装过完成了以后呢 相对来说就安装包和安装程序呢 都会比较大 相对来说呢 启动起来了 也会消耗比较多的一个内存资源 所以建议大家呢 这个安装的时候 确保就你的电脑 确保至少有两个G以上的内存 当然了 现在4G内存 8G内存都是主流 两个G啊 实在是最低要求 我们做测试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自己电脑的配置呢 应该要说要求要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们其实除了说要用到一些很大的一些软件或者一些工具以外 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做测试 可能会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进行测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到要使用虚拟机 那么一台电脑上呢 要运行很多个虚拟机 这对内存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安装的问题呢 基本上也就这么几个点 提醒一下大家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安装完成了以后 那么我们来看看性能测试 Lowrunner的工具呢 它其实是有4个主要的部件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平常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会使用到的4个主要的部件 第一个叫做 Vuser Generator 我们通常呢 简称VUG 那么Vuser 这边少个S Vuser Generator呢 它是一个专门用来开发性能测试脚本的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我们要开发性能测试脚本呢 主要是在这个VUG里边开发 好 看一看这个菜单 当我们安装完成以后呢 在Lowrunner的菜单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Application底下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主件 Vuser Generator 好 那么开发完性能测试脚本以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干嘛呢 我们还需要呢 我们讲过根据性能测试核心原理来说 它除了说发送数据包以外 它还需要有多线程的功能 那么Lowrunner的话呢 它通过Controller这个部件 提供多线程并发 等操作 所以第二个核心的部件呢 叫做Controller 在我们的菜单里边 也同样可以看到 看一看菜单 然后底下Application底下 有个Controller 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还有第三个组件 叫Analysis Analysis 这款组件呢 它主要提供的是对结果进行分析 所以啊 这是构成Lowrunner 性能测试最核心 最重要的三个部件 但是我们说的是四个部件 还少一个部件是什么 还有一个呢 可视程度比较低的 平常大家可能也不太会接触到的 叫做Low的Generator 大家刚开始去安装Lowrunner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看到啊 它的安装选项里边 会有Low的Generator 这么一个选项 那Low的Generator呢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 负载生成器 我们讲Controller里边呢 这个组件里边 它可以提供多线程并发的操作 而事实上 Lowrunner的并发操作 归根结底啊 虽然是在Controller这个可视组件里边 但是呢 它是通过Controller里边的 另外一个功能模块 叫做Low的Generator 负载生成器来完成多线程并发的 所以Low的Generator 它是Lowrunner这款工具 其实很核心的一部分 这边帮助我们搞定脚本 这边帮助我们搞定多线程 这边 这边ControllerNS是提供的 反而都是一些附属的功能 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完成性能 此时提供的一些附加的功能 所以啊 这是它的一个四个主要的部件 那么咱们呢 简单一起来看一看 它的一个基本的界面 先呢 进到咱们的这个 ViewerGin里边 好 这就是这个ViewerGin启动以后的一个初始界面 我们呢 可以在这儿打开一个 已经存在的一个性能知识脚本 我们呢 也可以直接去新增一个脚本 新建一个脚本 然后这边呢 选择相应的协议 比方说HTTP协议 好 这是它的一个脚本生成器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另外一个 它的Controller Controller 顾名思义 这个性能测试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呢 主要控制负载的生成 控制 这个 一些 指标的一个监控 然后呢 还有它的一个运行时间的设置 运行策略的一些设定 场景的一些设置等等 这是Controller这个组件 它的一些主要的作用 界面大概长成是这个样子 但后边呢 我们都会专门给大家一步一步去讲 里边更详细的用法 那么还有一款组件呢 叫做Analysis 它提供的是对我们性能测试 在运行过程当中 采取到的一些性能测试数据 进行分析 好 稍微等一下 我们呢 来看一看Analysis这个组件 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边呢 是Analysis打开的一个触始界面 我们呢 还可以通过打开按钮 去打开一个 已经生成过的一个性能测试报告 然后呢 就可以去查看它 甚至呢 去对基于这样的一些 性能测试结果 进行我们该有的一些性能测试分析 这就是这么三个组件 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好 后边的话呢 我们会慢慢的啊 对每一个补件 都会有专门的课程 给大家进行介绍 然后呢 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对它 用利用这些工具 来进行性能测试 包括这个负载生成器也是一样 负载生成器呢 是依附于controller里边的一个组件 但是呢 我们之所以把它单独拎出来 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 没有它 Lowrunner就没有办法完成新的测试 因为多线程 是最核心的东西 好 这是关于Lowrunner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大家呢 听完这本课以后呢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下载Lowrunner这款工具 建议大家不要去下载这个最新的版本 因为最新的版本跟 我给大家讲课的这个11的版本 界面上还有一些差别 对于大家来说 刚开始还没有一点感觉的时候 建议先下载和我使用的一样的版本 Lowrunner11或者是Lowrunner9.5 这两个版本呢 界面上都相对来说都没有任何太大的变化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Lowrunner11的话呢 安装猫四个多具 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大 那么在网上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下载 包括百度的网盘 目前来说对Windows7 这个支持呢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那么Lowrunner9.5的话呢 也支持问题 但是呢 它对这个IE最新的IE9 IE10的版本可能兼容性上稍微有一些 这个问题 而且呢还需要安装它相应的 Windows7的插件啊 才可以 所以啊 大家直接安装Lowrunner11的版本就可以了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安装完了以后 那么开始对这几个部件呢 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 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就带着它一起 大家一起呢 开始从微游镜开始啊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去学习 Lowrunner这款工具本身的东西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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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